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魏芝寧 來自台中 然後是雙子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叔叔 那我來自桃園 我也是雙子座 參賽者 是叔叔 好的 那我們十年輕小王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雙子座呢 我們先把麥根楓交給芝寧 好 雙子座大家都說有兩個極端的個性 然後妳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哪兩種極端的個性 我算是真的也是還蠻極端的人 就是可能穿衣服的風格 不會主見於就是偏向某邊 然後像是化妝化妝的部分 也是很喜歡嘗試各種不同的那個彩妝感覺 然後當然個性上也是啊 就是好的時候脾氣很好 然後壞的時候脾氣很壞 是非常標準的雙子座 對 所以說如果在雙子座沒有選到它 它就會展現壞的時候很壞的感覺了 好 來到雙子座 所以它旁邊也是個雙子座 哈哈哈哈 來 舒宇呢 我是在學校就看起來好像都很乖 外表都很乖 可是很愛冒險 就是會去做一些什麼高空跳伞啊 然後去看極光等等的 然後我到國外特殊的景點 就會去那邊劈腿 然後拿國籍拍照 這樣好方便在大廷廣眾之下想說 去國外劈腿的行為 沒有關係 會違法 會犯了一些家庭什麼法之類的 還沒有結婚 都還可以劈腿就對了 不要學喔小朋友 沒有對是 他是說真正的劈腿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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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特別 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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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